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景 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 人家說這個賴清德上任 從520這一天開始 怎麼就有濃濃的亡國感呢 因為我們看 這個又有抄襲出現了 我們昨天是在講說 這個就職典禮的裡面 也是抄襲 然後後來講說 沒有 我們是致敬 那現在連這個就職的貓狗 徽章也是抄襲 結果現在設計師坦承說 這個是購入商業素材庫之後 重新設計 那我們一般購入這種商業素材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用 通常就是我已經買了 那我就照人家用 結果我還要照人家的 這一個概念來抄襲 然後就變成了 你自己的作品 那人家感覺說 這次是賴不掉了 馬上就有臉書上面的粉專在講 那是不是也反映出來 就是賴清德未來四年 就像是蔡英文一樣 在呼貓狗 可能更勝老百姓 那另外呢 這個賴清德在 國宴致辭的全文 就講說 接下來的這個 新政府的一個方向 會處處安居 人人樂業 但是問題是真的有關心人民嗎 因為人民感受不到啊 你雖然講得好像 我們 比方說我們要開放 什麼兩岸的 什麼之類的 都是空話 講完之後 你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會實現 那或者是說 來兩岸之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 什麼陸生來台 都是講講而已 都看不到實質的作為 那賴清德也是這樣子 噼里啪啦講了一堆 好像就是過去做得多不好 就是內涵了蔡英文 過去做得很差 還講說什麼行人地獄 就是說接下來要制定 什麼完整的規範啊 而且還講說 要打擊黑金 槍毒跟詐騙 那不就是等於在 最這個 最蔡英文照嘛 但是賴清德 不要講別的 你這四年 你是擔任副總統 你也不是路人甲 當蘇貞昌講說 台灣是舉世滔滔幸福之地的時候 你不說話 當蔡英文說 台灣經濟是二十年來 最好的時候 賴清德你還是不說話 所以你講了那麼多 你實則批評蔡英文 但是最終 大家看到的只是說 你這個賴清德是不是 下召最急啊 就是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員 你也脫不了罪的呀 那另外我們看看 像我們目前台灣的 家戶平均 貧負差距已經飆到了 66.9倍 七成的家庭財富 沒有達到平均數 1638萬 主計總處這樣子的統計 我們這30年來 暴增到了66.9倍 是越貨越差 而且在軍中 甚至在警方 軍警都不斷出現 這樣類似的一些 比方說這個自傷的事件 你看今天又有出現 這樣今年第17期 這個陸軍南側中心的上市 倒臥營區 被同袍發現 呈現重度昏迷 好像是從高處墜落導致的 這也是今年第17期 那女警呢 竟然因為缺錢而下海 到了半套店來兼差 那現在目前呢 已經是說 寄了大過調離 這個處分調離了 還有法官幫詐團藏錢 就台北定監署的偵辦律師 他擔任了詐騙集團的軍師案 這個鄭鴻威 那揪出了還有16位律師組 這個通靈律師群組 彷彿臥底電影 無間道的升級版 人家講說台灣是不是真的要亡國了 亡國感好濃啊 我們來問一下 聖豐哥怎麼看 看了這一幕 你又想一想 前一陣子才在台灣博物館 抄襲事件剛漏幕 對 台博物館 這一個是非常清楚的 是抄襲 那問題是翟先生你也好 李勝翁也好 陳慧文也好 大概沒有資格 去取得這一個設計錢 取得這個標案 所以不管是台博物館的也好 或是這一次就職的標案也好 請問那不是跟民進黨 都極度相關的朋友嗎 而他們的最大的特點 就是抄襲給你看 為什麼敢抄襲 因為過去不曉得 已經多少次的抄襲 已經度過關了 現在都要致敬了 改辭了 而且養成習慣了 抄襲無所謂 因為反正我標案可以拿到 第二個請各位 我下面講的這幾個事情 似乎無關 你把它串連起來看看 抄襲是無所謂的 第二個 整個的詐騙集團裡面 現在涉及的是什麼 涉及了有律師 涉及了有檢察官 涉及了有法官 涉及了有刑事警察局 退休的副局長 涉及了還有誰 還有是會計師 名會計事務所的會計師 換言之 這些本來是一個台灣社會裡面 來保持的一個檢察的一個制度機 結果這個過力氣全部海嘹亮 也就是說為了錢 為了錢 我的檢察 我的律師 我的法官 我的檢察官 我同學都不重要了 因為錢是唯一的 他是不是詐騙集團不重要 重要是錢在我的口袋裡 是什麼樣子的政治環境 幾年來把台灣變成這樣的風氣 風時之厚薄 記憶要人心之首相 所以我又看到了第三個 您這邊沒提到 那就是當立法院吵成一團的時候 誰站出來講話 律師公會站出來講話 律師公會變成染黃 就是把自己就染色了 律師公會是公會 不是律師公會的理事長 用他個人的身分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律師公會表達 那我請問律師公會 有經過理監事會議通過嗎 那沒有的話 自己就跳出來 把染色染成綠的 然後完全把自己 作為一個司法人 應有的起碼的條件 拋掉一邊去了 不是嗎 好 再來看看 民進黨的第一名 沈柏陽 他是以邪者的名義進去的 是要搞認知作戰的專家 結果你看這幾天 他是什麼 他是窮作為上 然後所有的學問 所有的學歷 所有的全部都可以丟一邊 請各位不要忘記 當抄襲可以成為自然的時候 當首張擁有了維護社會 安全 治安 保障社會 基礎的 過例機關的這一些 會計師也好 律師也好 警察也好 這些全部淪為 詐騙集團的同伙的時候 作為一個應該表態 自己一個律師的立場 而願意讓自己成為 顏色的一分子的時候 這個社會的價值是完全崩潰的 所以不要來告訴我 什麼人人安息處處樂業 好好的提倡 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價值 是的 貓狗很重要 我好想好想看到我們的總統 來號召我們 孝順父母不是更重要嗎 好 來請教惠恩哥 翟軒我比較抱歉 因為昨天蔡總統 把他的兩隻愛貓 拿出來給大家拍照 蔡總統你有認養了好幾隻 這個守舊犬 那你現在搬離官邸 那些狗狗怎麼辦 你當初是硬搶這些狗 硬去養 那你現在住回中華南路那邊 蔡總統如果你沒辦法養的話 跟我聯絡 好不好 我來處理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因為這個賴總統的就職演說 這個可能要請李勝峰老師 來指導我一下 賴慶德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國號 可以叫中華民國 也可以叫中華民國 台灣也可以叫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這個是總統可以講的話 賴慶德一個國家 有三個名字這樣正常 還是你不喜歡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是過渡 你要把它變成台灣 那你變好不好 你變看看這樣怎麼變 所以所有對賴慶德有幻想 有期待的人 其實看完他的就職演說 都可以醒 我一直不是很理解說 國民黨有一些縣市長 甚至還有國民黨的立委 跑去參加520的就職典禮 你們昨天也去了 我也不要再罵你們了 我跟大家講說 你看賴總統的佈局 這個非常好 這個是新的警政署長 好 張榮新這個是賴慶德在台南 賴慶德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的人馬 這個是新任的調查局局長 這個是新的廉政署的署長 這個最厲害 這是調查局的處長 我們調查局有三個副局長 一個主任秘書 15個處長 他只是處長的其中一個 觀眾朋友他為什麼要把這個 這個在調查局裡面辦什麼 他就專門辦匪諜的 他就是專門辦匪諜的 為什麼賴慶德要讓他去跳聲 跳過三個副局長 跳過主任秘書 讓他當調查局長 為什麼 匪諜這麼重要嗎 最近這幾年來 包括匪諜我們都耳熟能詳的 像侯漢廷 侯漢廷也是匪諜 象星也是匪諜 無罪 不 我也不曉得 都已經無罪 象星都回香港了 你們好了 這些布局告訴你什麼 賴慶德 他完全依照蔡總統控制 檢警調的方式 他把你控制調調 他自己的人當警政署長 把這個人馬安排在調查局 連政署都他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後面這幾年會怎樣 今天你看到立法院炒成這樣子 賴總統沒在看電視嗎 賴總統不曉得民進黨在立法院 跟國民黨全面開戰嗎 賴總統都有在看 賴主席也有在看 所以不要再期待賴慶德 會有什麼 沒有 這個就是賴慶德要的 這個朝野的關係 跟未來這三年 不過翟軒 我有句話想要告訴國民黨 當賴慶德希望跟你吵 希望跟你鬧的時候 國民黨應該做什麼 跟他一起吵 跟他一起鬧 其實國民黨可以再想一想 你在立法院 每天跟民進黨在玩那些 這樣有沒有 這樣能夠獲得大家的支持嗎 我是非常懷疑的 好 萊文家瑜 我覺得昨天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大家可以看到是胸懷世界 要把台灣放到世界 變成世界的台灣 把台灣的國家定位 又再次的能夠提升到 跟世界是一起做朋友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說 剛剛講的 能夠團結國內的 不管是在野黨等等 在議事的程序上 能夠遵循程序正義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以民主台灣的一個基礎 另外就是說 國家希望工程 尤其是特別提到 年輕人的困境 不管是居住正義 高房價等等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也是 賴清德總統就任之後 要努力去解決跟改善的 還有關於能源的問題等等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整篇的演講稿 是有兼顧到世界還有台灣 還有甚至大家所關心的 兩岸關係的定位 我覺得這不管是講到 中華民國或是中華民國台灣 或是台灣或是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也都有帶到 也能夠讓大家覺得說 在這個演講稿裡面 能夠針對大家所期待的 台灣的定位 或者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跟中國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是兩岸互不隸屬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定位 是能夠在遵循憲法之下 能夠清楚的表達 那我覺得 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當然我們希望 兩岸能夠和平交流 所以特別也提到 未來關於兩岸的 觀光交流的開放 還有關於這個大陸學生 在台灣等等的這些 就讀的權利等等 也都是賴清德總統所釋放的 善意跟橄欖枝 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說 其實賴清德總統 就是努力的 不管是就台灣的政黨的協調 或是跟中國對岸之間的和平 都能夠在一個穩定的關係之下 持續的推進 那未來其實我想兩岸關係 不只是台灣要努力 中國這邊也必須要釋出一定的善意 雙方才有和解 賴清德喊了兩國論要怎麼善意 賴清德沒有喊兩國論 他是遵循著中華民國憲法 在中華民國憲法提示下 他抄議了中華民國憲法 本來兩岸就互不隸屬 所以這個也是在憲法的架構之下 的一個基礎 我想大家也都看到就是說 昨天的就職演說 是得到很多國際上的肯定跟支持的 OK 這個我這個 有沒有時間我可以講 講兩句話一下 因為本來這個問題沒有提到 我也就算了 我現在明白的告訴大家一個危機 這個危機是什麼 這一篇是經過美國看過的文章 就是大家做控制 換言之賴清德怎麼講不重要 顯然美國已經把一個態度表現出來了 這個態度是什麼 我不支持台獨的底線已經出現 就只要不喊出台獨不自信 不建國有沒有 就不叫台獨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台灣變成了美國 跟大陸的博弈的最大的籌碼 往前拉了 也就以前我常常講 被拴著果鏈的那個狗 現在把果鏈放長一點去了 這個時候嗡嗡咬下去的結果 台海會變成 會不會變成會騰的台海 不要自己講自己對 好難免 吃嗎 吃嗎 放過 就 吃嗎 啊